另外的娱乐圈是盛传一句话 说是受得了多大的赞美 就能经得起多大的诋毁 贾玲为了她的喜剧事业赞美多多 不惜自我肥胖被诋毁 可以说是连嫁人的机会都给赌上了 来关心一下 观众一见我就嫉妒我 那还能做邪性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更何况是一个80后的小姑娘呢 可是为了热爱的喜剧 贾玲心甘情愿出丑 从事一个行业必定要放弃很多东西 只不过我最好放弃的是男朋友 依照咱们中国人的审美态度 也难怪33岁的贾玲还是个单身贵族呢 你有吗 你看 那你 你饱汉子不吃饿汉子鸡 说着说这贾玲便开启了自我推销的模式 我胖一点可爱 觉得胖一点忘夫 胖一点有钱 显得有钱 说得在里儿啊 外在美意识内在美才是永恒的 贾玲绝对是个贤妻良母的配子 其实我们来大城市打工 都是这里面的一个乌公子弟 我们就是想要回去好给父母 可能也不用买什么 多买件衣服呀什么的 就是那种想法 贾玲不仅孝顺更是贴心 就连对陌生的出租车司机 她也关爱有加呢 那我还特别爱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嘛 因为我觉得她们每天都挺辛苦的 特别怕她们晕 她们总开车呀 她们时间长了她们会难受 除此之外 贾玲不仅拼搏事业会赚钱 还是个令人安心的居家女孩 剩下的可能就喜欢看看碟呀 看看看看电视呀什么的 我很爱看喜剧的东西 娱乐星天地计算是在帮贾玲征婚吗 北京采访不大 北京采访不大